比我別鬧 衝到中美貿易戰以及新南向政策催化下 各大傳產科技業廠房移轉到東協國家 一屆建設都需要資金 晶空業也搶進卡位 像是國泰市華早在2005年 就在越南廣南省設置分行 如今更跨入胡志明市 僑前開業儀式透過圓端連線方式進行 未來在胡志明市的分行 將擴大在地服務範疇 國泰市華越南據點有多達36間 比中國據點的期間還要多 去年在疫情影響之下 稅後盡力還是年增超過40% 永多海外據點冠軍 深耕東南亞國家 其他國營新南向獲利也傳捷報 2021年全年獲利138.5億元 年成長61% 創下歷年最高獲利記錄 而中國信託更進一步深耕泰國 中國信託三月中豪雜39億元 收購泰國金融集團 股權比例達到46.6% 成為最大股東 在取得兩地主管機關核准後 就會完成交割 這個紙銀行應該就是我們在海外分支據點最多的一個紙銀行 我覺得新南向布局是一個必需而且必要的一個措施 那大家也都知道所有的銀行都是跟著台商跑 這幾年東協國家迅速崛起 新南向也成為趨勢 根據金管會統計二零一五年底 整體金控對東協十國曝顯合計 新台幣七千兩百零二億元 之後逐年攀升 到二零二一年底 多達一兆七千一百九十七億元 各大金控集團動作頻頻不放過成長中的龐大商機 將選許智雄分享來得到